大家好,这里是女作业的松老师 今天我们不说八卦来说一个比较沉重的事情 我要和大家聊一聊张盈盈案件 这个案件从17年到现在经过了整整两年的时间 嫌疑人终于承认了自己杀了张盈盈 所以也正式判定了他就是凶手 今天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一整件事情 以及我还有我男朋友对这整个事情的一些看法 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张盈盈的背景 她是一个1990年出生在福建省的一个女生 她本科就读了中山大学 研究生就读了北大 都已经毕业了拿到了硕士学位 17年4月的时候她前往了UIUC 也就是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去交流学习 结果就在17年的6月9日张盈盈就失踪了 摄像头看到她当时上了一个不知名男子的车 就失踪了 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 到了6月30日的时候 联邦调查局FBI就表达说已经抓住了嫌疑人 这个嫌疑人是一个27岁的男子 并且FBI当时就表明说他们相信张盈盈已经遇害了 虽然也没有尸体 那个嫌疑人也不承认自己杀了人 当时这个事情真的是铺天盖地的报道 我们很多在美国生活学习的人 都觉得心里是感觉非常不安的 我男朋友的本科就读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他和那个凶手其实是本科校友 那个凶手就是当地威斯康星州的人 本科也就读于威斯康星州的大学麦迪逊分校 同时他这个人其实一度也考虑过 要在威斯康星麦迪逊分校这个大学继续留校读博 所以比起我这种生活在加州的人来说 对于我男朋友他们就读于威斯康星大学的人 觉得这件事情更加的令人恐慌 因为据说那个凶手当时经常每隔一周两周 都经常往返于UIUC和威斯康星麦迪逊 那么当时大家恐慌的事情有这么几点 首先这个凶手当时有没有企图绑架 在麦迪逊本地读书的女生呢 当时留学生们都有这个疑问 说自己是不是在不知道的情况下 其实也有被盯上过呢 想到说人人都有可能是他的这个目标 都会让人觉得说自己的声明随时都是处于危险之中的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 虽然这件事情非常的令人悲伤 但唯一说比较好的一点就是说 它是发生在UIUC 因为UIUC是有摄像头的 那个地方有摄像头 正好有摄像头拍到了张一颖 上到这个凶手的车上 后面大家才找到了这个凶手是谁 不然如果是在威斯康星麦迪逊这个大学的话 那边是没有摄像头的 如果那个凶手当时决定在我男朋友本科那个学校 进行这个绑架杀人这个计划的话 很可能压根就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 也不会有人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 其次威斯康星还有UIUC 他们都是在美国中部的 距离芝加哥都是大概开车三个小时左右的一个位置 这两个地方 每年大概有四到六个月都在下雪 铺天盖地的雪 如果有一个人真的就被杀害 抛尸在某一个地方是没有人会发现的 因为厚厚的积雪过了一个冬天 什么都发现不了 其次这些雪校都是在类似村里 我们叫村里就是附近有很多玉米地啊 荒山野岭啊 就有可能很开很远很远的距离 一个人都看不到 所以在那边生活一旦发生危险遇害 真的是非常难以被人发现的一件事情 好所以感谢有那个摄像头 让我们终于找到了嫌疑犯是谁 当时这个凶手还是嫌疑犯的时候 他是不承认自己杀了人的 一直一直到了前几天 他才承认说是他杀了张颖颖 事情发生了以后 张颖颖的父母就从国内直接到了美国 他们就一直不相信女儿已经遇害 张颖颖的妈妈一直坚持说女儿只是失踪 他们总有一天会找到她的 而时至今日就算凶手已经承认了 他杀害张颖颖的事实 他也没有说出过到底把张颖颖抛尸到哪里 所以到现在我们也是没有办法确认到说 张颖颖的尸体到底被凶手抛在了哪里的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他认罪的这个过程 案发当日凶手假扮成了卧底警察 他把车停在了UIC旁边的工程楼的旁边马路上 并且说服了张颖颖上车要送他一程 那个工程楼因为UIC是一个工程大校 很多很多去那边读书的中国人都是去那边读工程学位的 所以在那边其实来来往往很多很多的中国人 其实谁都有可能被盯上 张颖颖当天跟着他上了车以后 他又直接把张颖颖带回了自己的公寓 还对他实施了强暴 凶手在浴缸中先是刺伤了张颖颖 后来又用棒球棒反复殴打他 把他殴打致死 随后还砍下了他的头 对他分尸并进行弃尸了 在张颖颖被杀后的第三天 凶手当时还去超市买了非常非常多的 那种专门用于厨房下水道的疏通化学药剂 和大概13加仑的厨房垃圾袋 在当初这个凶手刚刚被抓获的时候 警察有反复问他的不在场证明 当时这个人就说自己一直在家睡觉和打游戏 直到后来警察说有足够的证据 证明他确实接触过张颖颖 他就才承认说 对自己当时确实接了一个 亚裔英语不太好的女孩子上车 但过了几个街区以后就把他放下了 另外警方还获取了这个凶手 和自己前妻的一些通话的录音记录 当时就跟自己的前妻说 当时有很多很多警察去到他的公寓去找 但是他们什么都不会找到的 他们来都是为了那个女孩 而我其实已经把他杀掉了 凶手还声称他在杀张颖颖之前 已经杀了12个人 而这12个人不知道警方有没有办法 后面从凶手那儿得知具体的情况 虽然所有人都一致认为 这个凶手应该被判处死刑 但伊利诺伊州是不存在死刑的 唯一的例外是 现在12位陪审团的成员 必须一致通过认为死刑才是正确的做法 不然只要但凡有一个人认为死刑是不应该的 那么这个凶手就只会被判到终身监禁 而不会被判处死刑 而美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华裔审探 李昌玉博士 他对这件事情也发表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他说警察当时逮捕凶手逮捕的太早了 不然还可以多方面的观察他来获取 他的一些行径啊 消费啊 还有都在做什么 获取更多的证据 以及他觉得说当时既然凶手 是在浴缸里杀害张茵茵的 那么凶手很有可能购买了很多的化学试剂 来分尸并抛尸于下水道内 所以如果大家当时警察能够打开下水道里面 可能会获取不少的毛发啊 皮肤啊 可以用来获取到直接证据 但是事情现在已经过去了两年 这些东西可能都已经消失不见了 现在去找还不知道能不能找得到 同时因为凶手当时是在UIUC读博士的 他是有一个实验室的 那么他也有可能把张茵茵的尸体 抛尸在了实验室的一些秘密通道里 同时凶手的辩护律师 还在给凶手找一些别的理由 他们会找说 比如说凶手其实有精神病 就会相应的找心理医生 给他看一些证明 让他来逃脱死刑 还比如说 因为他杀人的事实已经是非常确凿的 所以辩护律师才让凶手承认了杀害张茵茵的这个事情 同时希望他能因为他已经承认了 而让陪圣团觉得说 他是一个愿意承认自己错误的人 同时让陪圣团不要投让他死刑 综上所述 希望凶手能尽快得到他相应的惩罚 也希望警察能尽快找到张茵茵尸体的下落 案件说完了 我还想跟大家说一说我自己的一些感受 今年到9月份的时候 就是我在美国生活学习工作的第10年了 也算是对美国有一些了解 前几天就在洛杉矶一个很多华人出没的Costco 发生了一个枪击 所以枪击或者遇到生命危险这件事情 在美国其实是非常常见的 同时美国的监控系统比起中国来说真的差了很多 很多很多地方都没有摄像头 所以如何避免危险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学习的 那么有几点想跟大家分享的 首先一走在路上 如果你英语没有那么的好 不要因为怕尴尬就跟陌生人搭话 比如说走在路上 如有一个人过来找你尬聊 你宁可就不礼貌一些 当作没看见他直接走掉 而不是说想着自己要礼貌的 跟他随便说些什么 就进行一些谈话 这都是没有必要的 其次千万不要上其他人的车 当时张颖颖我相信 他是一开始不愿意上车的 而他上车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他英语真的不好 不想给人留下一个不礼貌的一个印象 在反复的这一个推拉之中 最后想着说好吧 既然对方一个本地人这么邀请他 而且说自己是卧底警察 他就上了车 千万大家不要因为觉得尴尬或者说怕这个场面不太好看 就违心的做一些事情 一定要坚持自己不要上别人车 然后也是真的少和陌生人说话 其次第三点是想说在美国还是要避免在路上走路这件事情的 就在美国散步真的是非常罕见的一件事情 大家一般运动都是去健身房 除非你在一个真的纯居民区跑跑步 但其实跑步也是有一定风险的 大家如果看一些犯罪事件 跑步独身在外跑步也是挺危险的一件事情 以及因为所有人都是开车的 所以散步你走在路上会变得非常的显眼和突兀 所以这也是我不太推荐的 另外在美国不管哪一个城市里 永远都会有那么一个区是最最最最最安全的 以及永远会有那么一个区是最最最最不安全的 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 你就可以非常直观的判断出哪一个区域相对安全和哪一个区相对不安全 关于美国治安的这一个具体的事情 我以后会另外出一期视频讲解一下的 给大家最后几个小建议 首先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好奇去探索一些自己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 那个地方大家不去都是有原因的 另外如果可能的话 尽量在挑选自己的住房前 找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来居住 毕竟独自在外 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好那么这就是这个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的话记得帮我点赞评论 还有关注我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